张作霖表彰了郭松林和他领导的第八混成语 姓号叫模范语 号召奉军向八旅学习 张学良心花怒饭 一块石头落了地 赶紧跑过来拉住郭松林的手 莫辰 我向你祝贺 郭松林也非常高兴 嫉妒的眼泪好久没掉出来 杨雨婷在旁边 牙根都冒酸水 两眼都喷火呀 本来他想给郭松林下绊 通过这次演习 抓郭松林一招之错 通过张作霖狠狠狠地教训 教训郭松林 结果实得其反 自己弄了个烧鸡大窝窝 搬砖砸脚面 樊桥弄个桌 在人前出炒 他的心 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可偷眼看看张作霖 张作霖对他还是珍惜一百个头的 要换旁人 那张作霖 那张作霖把眼珠离瞪 严厉惩 但对杨雨婷 何外施恩 只是用卫生眼珠 瞪着他两眼 就这样 杨雨婷就吃不消了 书说简短 比赛结束之后 全都返回营地 张作霖回了帅府 马上传线命令 全军抓紧时间 演练 实质上张作霖 暗地之中 正在积极扩军备战 调兵前将 他把奉军编成了六个军 这是新编制 原来呢 以师为战备 现在扩大成军 第一军的军长 江登选 副军长 李景林 第二军军长 张宗昌 第三军军长 张学良 副军长 郭松林 第五军军长 张经败 张经败 第六军军长 孙烈臣 砍朝席 咱必须交代明白 这六个军 其中装备最精良的 最有战施 最有战施力的 也就是说 奉军里边拔尖的 就是第三军 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林 领导这几万人 那怎么说 当爹的 也得向着 儿子 另外那张学良 那也真是一元 武将 那么一般人以为 张学良 是张作林的儿子 本身就是少帅 他爹 当然要破格提拔他了 其实他没什么能力 您那看得太片面了 打开民族英雄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历史 您仔细读一读 张学良可不是少爷高子 那从小 受过严格的家教 有高深的军事造诣 张学良跟郭松林 没短在田县参加战斗 曾经到吉林 搅过匪 爬兵过雪 枪林弹雨 经过了多少测 为奉军 也立下了赫赫战役 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 当然了 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啪啪光 也不现实 两者都有了吧 第三军成立之后 张作露 张作霖 特别把等于张学良 教导帅服 面兽 告诉张作霖 一定把第三军训练好 这第三军就是咱们奉军的灵魂 将来专打硬仗 一旦我跟吴佩福 曹昆交了手 我要把第三军摆到最艰苦 最硬的战场上 你小子心里可有数 张学良一笑 爹 您的用心 而全都知道 我绝不给爹爹打脸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回去告诉郭松林 冒陈啊 我爹找我怎么怎么怎么谈的 对咱们两个人寄予厚啊 千万不要叫他老人家失望啊 要抓紧练兵 少帅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了 你看咱不止一次说过 郭松林和张学良什么关系 亲密无间 张学良曾在人群面前 就说过不是一次 说我就是郭茂晨 郭茂晨就是我张学良 他全权代表我 他说的每一句话 也就是我说的话 您说还有什么可说的 为什么那些老家 都恨张学良 都恨张学良 也恨郭松林 没事指着郭松林的后辈就说 你有什么能力 还不是靠着少帅吗 要没有张学良 你能疲惑你 你能有今天吗 年纪不大 身居高位 掌握重兵 真气死我们了 他们内部的锚定 越来越尖锐 到了后文书 咱再详细交代 安谢张作霖 积极扩军备战 加紧练兵不疲 翻回头 咱们再说 吴佩孚和曹昆 1922年4月间 他们大败张作霖 独霸中原 控制了北京政府 哎呀 那吴佩孚啊 哪得出了鼻屏套 那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 本来吴佩孚就骄傲 这回加了个梗子 他跟曹昆一商量 为了装出假民主的样子 收买全国的民心 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 什么要恢复民主 恢复法治 等等等等 来装饰门面 他们是这么说的呢 他也这么做的 头一个 台出被罢免的总统 林元宏 把老黎给清除山了 逼迫徐世昌下台 吴佩孚找徐世昌还谈过一次话 说老人家 您年纪高卖了 每一天呢 耗费巨大经历 得不偿识 我看 我看哪 急早回家吧 给您一定给养老金 您看哪好 您就上哪一待 有困难 尽管提 您呢 就把这位置给倒出来就行 咱们不止一次说过 徐世昌这总统 有知无权 空中柔阁 连点根都没有 就得听人家的 第一看吴佩孚来找他谈话 和风细语 他就明白 这叫先礼后兵 我要不识台具 要不顺着吴佩孚 下一步 我就够呛了 还得说徐世昌 僵是老的辣 二话没废 笑呵呵冲着吴佩孚一抱拳 大帅 哈哈哈哈 说的太对了 你就不找老朽谈 我还想找你谈哪 老了 人老了不值钱 我早想让闲 明天我就走 你看这多利索 徐世昌 离开了总统的宝座 出了北京了 那么总统 现在没人做 所以呢 才把这黎元宏 给端出来 为什么端老黎呢 这是曹坤和吴佩孚 耍的手腕 假民主嘛 说因为黎元宏 想当初 是经过民意测验 经过大家投票 选出来的合法总统 因为某总国英 被挤下台了 那么现在 我们恢复法治 建立民主 所以呢 才把老黎请出来 这黎元宏啊 被挤下台 五年多了 在家里坐冷板凳 黎元宏天天在家写日记 据说那日记也写了多少本子 他对人这一生 人情冷暖 世态炎良 做的总结呀 老黎心说 我当过副总统 又当过大总统 我在台上的时候 何等红火 车马迎门呢 带会我的排大队 二十四小时都不带空白的 甚至请我写个字 就价值万斤 可是现在呢 自从下台之后 门庭冷落 你想找个串门的都没有 难哪 看来人家一生一世 一世有权 一世有钱 这两者缺一不可呀 哎呀真好 在家一代 看孙子不 正在那十一的时候 好消息传来 非诸骨门 天成掉馅饼 有人撒搅 吴飞来给他报喜 说吴佩福和曹坤 有意请你出山 做大总统 真的 真的 千真万确 从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 老徐已经下台了 非民莫属 哎呀 天哪 老天爷真争了眼 把黎元红嫉妒的 两宿没睡觉 自己还给自己算了几块 这叫人得喜事 精神爽闷来 惆怅 顿睡多呀 把老头子嫉妒的 胡子撅起多高呢 恐怕 这消息不可靠 一旦不是那么回事 希望落空 他这条老命就去保不住了 受了强刺激了 没出几天 吴佩服 吴佩服 曹坤的特别代表 带着礼物 和聘书 来请黎元红 黎元红 他这真的 还装开下了 把俩 deterg天 把大脑袋吴佩服 盲 大脑 德才不备 我也没有那种 工作能力 还是请先者吧 我不行啦 装这大包算 他越这样那么越轻 好话说了一大堆 最后他一看这弓啊 别拉得太满 一下把弓弦拉折了 就完了 弄了个鸡飞蛋打 这叫时刻而止 这才答应出山 消息一出 报纸上从栏标题 却笨在这一消息 嘿呦 再看李元洪他们家 这串门的 成熙可以排的大队 李元洪把窗户开 往楼下一看 怎么样 又都来了 这应了古人说那句话 穷居闹市无人问 复在深山有远亲 这话是一点一点都不错呀 明智的上他们家来的都是流血样 那还得欢迎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无花拔门的世界 就台上世系 台下世系 人这一生都在演戏 没什么可奇怪的 先言少许 没过几天 头前卫队开道 后边是汽车 把这位老黎 黎菩萨接近北京城 住进中南海 居人堂 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老黎啊 等穿着大总统的服装 往正座上一坐呀 眼泪淌下来了 受感动 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这么一水 哎呀 人这一生可太有意思了 跟变戏法和魔术差不多少 那么黎元红做了大总统呢 曹奎 吴佩孚 这头一招实现了 紧跟着 又恢复了众议院参议院和国会 这个民主嘛 没有两院没有国会 不能代表民意 又把当初 失去职位的一场 吴景莲被请出来了 吴景莲的心情不测于黎元红 老头在天津得到消息之后 热得奔奔之奔 哎呦 没想到还有今天 马上应召走马上任 主持两院的工作 这北京啊 又热闹起来了 那么曹昆 住在北京 吴佩孚 经常住在洛阳 洛阳是吴佩孚的老根据地啊 当然 他们经常往来 曹昆 曹昆也是个牌板 实权 抄到吴佩孚手里头 人家有枪杆子吗 到了1923年的时候 就说这曹昆 翻了官员了 曹昆没事一琢磨 我咋的了 我进去给别人抬轿的那组啊 今儿捧这个上台 明儿就让那个上台 我就不行上上台啊 你说论哪一方面吧 论资历 论能力 论贡献 我远远超过黎元洪徐世昌 我同兵多年 弟子徒孙 遍布天下 我手里还有兵权 我怎么就得在别人眼皮底下干事 去那小胆 不行 想法让黎元洪给我让上地方 我也当当大总统 尝一尝大总统是个什么滋味 他先找吴佩孚 透露一下这意思 吴佩孚一乐老帅 您干什么那么着急 那个大总统不就是个牌子吗 现在论民的一切一切超过大总统 干嘛非争那个 而曹公说那毕竟不一样 奴一样不一样 人家那叫大总统 你看人家穿着陆海军服装 那是大元帅 往中南海一驻 多神奇 不管有没有实权 人家分儿在那 而不管怎么说 我属于人家的下级 我实在不甘心 子月 想办法你得成全我 哪怕我做一天 死也就甘心 无非不说好吧 既然老帅有这意思 那我就满足您的要求 这多好 就在1923年的当年 曹昆开始活动上了 心想怎么把这老李给补了下去 明正言顺 把人家请出来的 还没做一面 就给补了下去 这舆论也说不过去 这怎么办呢 有招了 首先曹昆 买通了一张 武警帘 啪 十万元钞票摔在那里 武警帘一看 也只好如此 武警帘